师徒之间 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戏本 有一次就是我演戏的时候 导演说你演一个害羞 然后我就在那一直看 然后一直笑 导演说再来一下 然后师父就悄悄过来跟我说 他说你就演前两天 你就这样的时候 我想这样是干什么来着 然后我想起来了 那会是师父跟我在床上 然后他给我摁吐 我就这样 然后导演就说过了 就感觉你刚刚形容的那场 是一个很甜的一个 对 而且那场戏 我觉得写得很妙 就是观众也没有想到 那个地方会有那么一下 值得期待一下 感觉应该是很精彩的一场 不讲 要冲会员 对 到时候我们讲了 到时候就给会员看 是合作下来感受怎么样的 我第一次见师父 应该是在唯独剧本的时候 他话很少 就真实的师父 战哥本人 其实有很多朱颜的部分 脑回路会比较清奇 然后很活泼开朗的这样 因为我有一个小凳子 然后我看他助理 拿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 那个便携凳子 我就觉得不太方便 就跟他说 我说你不如换一个 跟我一样小小的凳子吧 我就送了他一个 跟我一样这样小的凳子 其实那个凳子 对于师父来说 就很小 很不合理 但是他已经持续用了 两个多月也没有说 然后每次看他拿一个小凳子 然后坐下就感觉很可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